这是人类最绝望的时刻 面对超大型巨人的踩踏 所有人被逼至悬崖峭壁 不断坠落大海迎来死亡 一位母亲在生命最后时刻 将怀中的婴儿递给其他人 奇怪的是在死亡的恐惧中 展现出各种丑态的人们 却在这一刻接过孩子不断向前传递 保护着微不足道的生命 似乎预示着人类一直都充满希望 与此同时另一边 三立在法尔科的帮助下 成功发现吞噬阿尔敏的霍加P巨人 随后他和亚尼联手 对霍加P巨人展开追杀 可中途却遭到幻化出的 凯治巨人拦禁 剑刃也被对方的铠甲破碎 危急时刻亚尼一个鞭腿 从天而降 将对方踹倒在地 而科尼也提醒三立 千万别独自行动 他们可是战役 团队配合才能更快救出阿尔敏 此时昏迷的阿尔敏 尝试用意识唤醒身体 可终究是无济于事 望着还在前进的地面 马来居民只能纷纷祈祷 还看见一旁的吉克 坐在地上堆着杀人 吉克告诉阿尔敏 从很久以前开始 世界上只存在某种物质 经过时间长河的沉淀 最终存活下来的被称为生命 不知从何时起 生命存在的意义变成繁衍 为了繁衍不断改变形态样貌 去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 也就有了他们现在的人类 存活的本质就是为了繁衍 而没有繁衍能力的东西 也就没有生命 尤米尔为了摆脱痛苦的恐惧 虽生出强大的不死之身 可以逃入一个不存在死亡的世界 也就是他们所处的道路空间中 他花费很长时间留在这片世界 就是为了探究尤米尔真正的目的 明明获得那么强大的巨人之力 为何还是无法反抗弗利兹王 哪怕是被困道路空间2000年 依旧始终服从着弗利兹王 虽能确定尤米尔存有依恋 但他无法理解这一点 可艾伦却能感同身受 这也是尤米尔选择艾伦 而没有选择他的原因 听此阿尔敏询问吉克 怎样才能离开这里回到现实 可惜吉克也不知道 而且他不明白回去又有何意义 难道又是为了繁衍 建立种族真的重要吗 现在这样的局面 都是生命遭受恐惧支配 所引发的惨状 只是毫无意义的生命活动而已 但阿尔敏却不正地认为 他们所有人拼命战斗 就是为了将大家从恐惧中解救出来 吉克认为生命早晚都有结束的一天 与其遭受被繁衍支配的生活 还不如早点解脱 说不定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下一秒阿尔敏在地上发现一片树叶 想起当初与艾伦三里玩耍的日子 他们伴随着秋风 在太阳下无拘无束地奔跑 虽然只是平凡的日常 但却是他追求生命的意义 等吉克望过去时 树叶又变成棒球的模样 让吉克想起与汤姆的回忆 虽然只是重复扔球的过程 但他却觉得非常满足 就在这时 当初牺牲的人们出现在他的身后 也让吉克瞬间明白了 与此同时外面战场 莱娜与亚尼等人已经到达极限 面对巨人的重重包围 他们已经产生了绝望 可下一秒意外发生 幻化出的恶之巨人 与超大型巨人突然倒戈 开始帮助他们反击 三里抓住机会一跃而上 而马来居神也再次发力 将霍加P巨人射伤 三里追上对方后 一箭破开巨人嘴角 成功将阿尔敏救出 醒来的阿尔敏用雷枪将霍加P巨人击杀 见此亚尼立马冲上去将他接住 眼中满满的都是爱 随着其他巨人加入战场 调查兵团的压力瞬间得到缓解 而极客也突然冒了出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极客做的 阿尔敏的话让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 人从出生以来就会遇到一生难忘之人 那些回忆才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于是极客通过道路 唤醒拥有巨人之力的熟人 并借助他们的力量开始展开反击 只是极客还没来得及享受天空的美好 就被兵长一剑斩断了头颅 果然是个记仇的家伙 随着极客的死亡 地名也瞬间停止 所有人都处在震惊中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可就是小队却顾不上这么多 他们开始抓住机会反击 让直接抱着炸药桶前进 成功炸断十组巨人的脖子 奇怪的生物拼命朝着艾伦的头部前进 想要重新融合 莱娜拼尽全力将她抱住 阿尔敏知道引爆超大型巨人的实际道路 虽然莱娜同样有危险 但她必须要这样做 同样是为了不辜负莱娜 和大家的英勇奋战 さよなら 好 原來